龙科多一脸不悦 仿佛原本期待副总之位 却只得了库管之志 心里落差可想而知 但他无法拒绝 只能勉强音乐 我去 站住 龙科多飞黄腾打之前 六叔龙科多对他的一次重要提点 如果你能听懂这段对话 或许你的人生将少走许多弯 给我记住了 什么废太子厉太子的事 少掺和 要是低了跟头 六叔救不了你 只是龙科多却意识不到 就是以为他六叔故意恶心他的 这不 走马上任的龙科多 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开启了小灶 打一碗 吃了吃了 只见他带着一帮小弟们 用砖块打起了马甲 这小日子总的来说 过得还算切 出牌啊 这张牌要是一出 弄不好要放炮啊 你到底出不出啊 出 第一饼 搬这儿呢 无了 怎么 正在他开心的时候 手下紧接来报 监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关键就不就得了吗 大人 这个人恐怕得您去安排才行 什么人 是十三爷 一听说是十三爷 小多子立马有了精神 摆出一副百米冲刺的架势 快速穿过走廊 来到十三爷面前 上去就是一个大礼 奴才龙科多 叩见十三爷 这儿怎么是你当差啊 这个时候才发现 他六叔同国为给他安排在这的身影 有了这尊大佛 只要搭上这条线 以后的好日子也就不远了 我也不说伺候您 也不说管着您 就像咱们当年在西北打仗的时候那样 有况我就陪着您 咱们是一块喝酒聊天 我再给您找点乐子 好 痛快 那咱们一言为定 这 而另一边 康熙顺利返回京城 因为废太子知识最大的阻碍 就是太子的老师王善 正在头疼时 恰好看到跪在一旁的王善 便心里一动 随后派人邀请他一起乘坐豪华作家 本一是想让他知难而退 不想这家伙居然有眼不见 皇上 朕有本奏 请皇上 见他 我知道你要说话 但朕今天不想听你再说